中文字幕志愿者 音乐挂的 到底哪一挂比较辛苦呢 可是为什么 每一挂的人都说 自己比较辛苦 为什么 我跟他还有一个挂 就是一路管道挂 黄老师你打算 一直这样下去吗 没有 因为今天难得 您的父亲来 开玩笑 他们是代表戏剧挂 要隆重的欢迎 是我们十里桂花香的剧组 欢迎 两岛 二度光临我们王牌大见底 OK 你看到自己的 看到那个小梁有 最近的表现 有什么感觉 你对于小梁剪了一个 跟沈玉玲一样的头发 我们两个的共同灵感 都是在自助割量 自助割量现在也剪这样的嘛 你不觉得吗 不觉得 没有人家 韻哥人家是酥油头 今天难得带到这么多 还有若雅 还有远从日本来的 我们的忠春让先生 欢迎 当然还有我们金钟一扣 王娟小姐 另外一个是金钟加持的阿父 当然你们是 两岛你们代表戏剧挂 大家都知道戏剧挂很辛苦 但是有人认为他们也很辛苦 綜藝挂三位 来 OK 而且你看马上 我们就已经看得出高下 你看戏剧挂 每个都长得人模人样 是的 我们综藝挂的朋友 这一挂 我们也是新男 对 孤雅成姐她都不一样 而且到戏剧挂是一个一个 介绍我们是一起介绍 而且她都不是人吗 没有父母吗 没有名字吗 我们有名字吗 而且你没发现 而且你见到他们的时候 一片愁容满面 我们这边阳光灿烂 多开心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弟猫贝 我们再介绍一下 欢迎B咖之王小钟 好 这我们也是 OK 我们荒谬大师沈玉玲先生 可以可以讨论 可以 好 晓菲 晓菲现在也是幕后转幕前的 非常成功的 爆红的幕后哥哥 小菲 欢迎 大家好 你好 我现在要问你小男生问题 你是哪一挂 爸爸在这里 爸爸在这里 你都玩到挂 我应该是这个 其实我们是做综艺节目的 我们应该算是综艺挂 你爸爸对你的苦心 他希望 我可以去演戏 当然 演一个优质的好戏 我没有参加过一些 优质戏剧的演出 如果爸爸今天说 儿子来演戏 可是这个戏 会嘎到其他的综艺节目 叫你做取省怎么办 爸爸 如果他是我的亲生父亲 他不会给我出重男子 只要他不去做 这个违非做胆的事情 不要去在节目里面做错误的示范 这些我都全力的支持 他这一年都来做这些 所以这个综艺挂跟戏剧挂 不同的地方 我们戏剧挂就是 那综艺挂呢 这个综艺挂就是 把人家踩到底下 甚至于踩在人家背上 这个我爸爸是对着玉琳哥讲的 炮火直向而来 对 我跟你讲玉琳哥 虽然他贵为良导 但是不要丢综艺挂的脸 真的… 全部武装 反驳一下 來 我們加油 來 我們也是缺人向上 對啊 因為綜藝節目是在做功德 有些人知道 我們是犧牲自己的 請問你做過哪些功德 他曾經做過很大部分 很多人因為憂鬱症 看了玉琳哥做節目之後 憂鬱症更嚴重了 憂鬱症整個就好了起來了 對啊 本來高血壓了 後來血管就裂開了 高血壓了 後來血壓就降低了 因為我們是在散播環 憂鬱症 叫你一講 我想加入戲劇 我覺得綜藝瓜好墮落 沒有… 講一個好的好不好 因為我們是使人開心 make you happy 我跟你講 還有各位 你知道綜藝瓜 是快速的讓人家開心 可是你知道 看戲要慢慢的看 很久有一個笑點 這樣嗎 或是發人生情 有時候還看不懂 我覺得這樣說就不對 戲劇不見得是有笑點 因為戲劇是make you touch touch 看了之後 你會深入你的心裡 而不是看重點 你看阿布子到現在 都還沒有一個笑點 所以我做戲劇管是沒辦法 有啦 他一個笑點就是講make you touch 所以我一直以為他要講make you cue 所以… 報告… 所以我剛剛講的沒錯嘛 對…這個綜藝瓜 就是把人踩到底嘛 對… 可是梁島你知道 剛剛那個玉琳哥講 對… 死人… 他是死人還是死人 死人… 他是說死人 開心 我說我乍聽以為死人 梁島 那只是國語不標準 是這樣嗎 是… 不過這樣啦 今天這樣啦 不要拿他拿一挂 其實大家都辛苦 不過今天還是要有比較 因為很多觀眾在想說 綜藝瓜比較辛苦 還是戲劇瓜 那我們先讓綜藝瓜講一下 綜藝瓜辛苦在哪裡 綜藝瓜多辛苦 好 你說 我們出那個外景 你們需不需要去高空彈跳 不用吧 需不需要去被鱷魚咬 不需要吧 不需要吧 人家在外收聲音高 還叫你不要綁繩子 怎麼會有綁繩子 要不要吃麵包蟲 不可能 也不用吧 對啊 不要放這嚴重馬路 也不用吧 人家躲進馬陣池裡面 不用吧 你們都追著冷氣四季在那邊拍 把台詞背好 我們有台詞嗎 沒有 還要自己想 還要自己想 不好笑 還會被製作人罵 對 你們就台詞不要講錯 表情不要錯就好了 多辛苦 我們是 我們的錢是用生命換來的 一不小心 對 比樣的哥哥 就是參加綜藝節目 對 對 我這個手傷到下還沒好 這是主持 就是玉琳哥是在那邊拍照 搞完了 你剛剛直接摔下來 一通電話也沒來關係 隨便你的死活 不是 如果要去關心你就不叫綜藝節目 就不叫綜藝節目 不能關心 一關心就死了他變娘炮起來 很殘忍 還一直重複畫面 他又一直摔你的 他連空氣心都沒有 沒有 我剛才聽下來 所有的這些危險的事情 好像都是水一流出來 都有 沒有 佔百分之10而已 只有很多 都有 百分之10是梁哥做的 但其中有很大的光兇 是梁克勤在參演 他參演 那我們戲劇觀的聲音呢 戲劇很辛苦 其實這戲劇 跟他們真的用生命不能比 我們用靈魂在演戲 紅跳 對 因為而且我們要 經營在那個角色裡面 兩三個月 不是說你懂一下 看看醫生就好 他們要兩三個月 我們是馬上就要記錄那個狀況了 對 我們也是 因為導演在這邊 他不可以 所以不可能有太多時間 讓我們等待 對 我們必須準備隨時 我們隨時都在做功課 我們隨時都在觀察 對 而且還有像台語 沒有那個台詞 對 台詞 這不一定是你熟悉的 不是 你熟悉的是客語 我現在為了走做一個特定 某語學 對 某語學 沒有學 很鮮 很鮮 大家好 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沒關係你就說公的 他也他說他辛苦 每一個人都辛苦 我們當然也辛苦 哪有工作說不辛苦 可是為什麼拍戲要拍那麼久 戲劇 要慢慢磨 對 哪裡有這個 綜藝睡覺 睡到中午起來 然後刷牙完了以後 到了這個 這個進棚 還有便當吃 吃完了以後 來這裡耍一耍嘴皮 那些 就走吧 早點就贏了 我們終於知道這個 小楊哥一天的行程 而且 劉哥 你不是這樣嗎 我好像也是這樣 對啊 可是當梁鶴群參加這個 無題三寶妹這些戲劇演出之後 他就知道了 他跟我講 他說爸爸我真辛苦 我連睡覺時間都沒有 為什麼 五點鐘就起床 六點鐘要到現場 是 那我說你這幾年沒過過這個生活 從來沒有 你想想看 到底誰辛苦 他才知道 他爸爸做了一輩子的戲劇掛 是真正的戲劇掛 假的 對 對 對 非常地靜靜 但是既然這麼辛苦 為什麼不轉綜藝掛 對 對 有一位 對 他說我們中午起來吃便當 我是早上九點就起來吃便當 對 便當 還有兩島有所誤會 對 因為他一直把綜藝掛定位成好像耍嘴皮 是 殊不知 台上一分鐘 台下他確實要十年功 十年功 對 今天我們能夠在這裡耍嘴皮 那也無非是我們人生數十年來的 智慧的精華跟累積 而且你現在已經聊到下背景 對 國倫老師 今天能夠待在這裡 要不是他豐富人生經驗 他以前做唱片 然後做唱片又失敗 對 又沒人要 對 對 大家不是有這些挫折 波濤洶湧 他今天如何能夠在這邊 講這麼得主的話 我們沒有一些才藝 我們怎麼在這個綜藝圈來混 對 你每天在那邊 美姐 我幹嘛 美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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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哥 你們三個講完了 最後單位寫這樣 不要再刷脆皮 請 請講一個辛苦的經驗 這是講不出來 他就是講不出來 不要 好了 講不出來 我說說我這邊的工作經驗好了 美娟姐 比方說我那時候在拍 跟良老拍第一個戲叫 再見中間二村 我們那時候 就是要拍一個八七水災 然後又是寒流 所以整個房子是要弄 一半都是水 用那個消防水很冰 然後整個要泡在水裡面 然後把小孩子 要把它抬到高的地方 所以整個晚上都在水裡面 走來 走去 走來 走去 然後是很冷的 然後又不能離開 又不能離開 就休息的時候是 他們我們就放在一個桌 就給我們一個桌子 我們就蹲在上面 等他們安排好了之後 我們再下來繼續 走來 走去 好 那吃飯怎麼辦 就是便當递進來 這在雞舍裡面 不是 就是雞舍在旁邊 對 然後吃飯的當然都是雞糞箱 然後很多蒼蠅 那王娟 我們的影后 王娟小姐 我現在問妳一個真實的問題 如果妳可以刷刷嘴鼻子 中午起來吃便當 然後賺的錢比戲劇的多 妳會想在那裡 沒有啦 我覺得每個人 都有各有專長 各有專長 我覺得辛苦是在於 因為不只是我們一大早 可能天還沒亮 拍到天黑 因為妳要持續好幾個月 都會過這樣的生活 不是只有一天 每天都是這樣的生活 因為綜藝不可能 每天都在過綜藝 我們都是每天在拍戲 然後都是一整天 而且不管是冬天還是夏天 所以我們的 工資怎麼算 工資就是算極 一樣是算極 但是整個時數 還有辛苦的時間又拉長了 我曾經路過那三天三夜 沒睡覺的也是拿一集通告 我們那集是特別企劃 就是找了十幾個藝人 就比賽誰最晚睡著 就不能給你 真的 真的 來找教堂 今天什麼國文老師來教課 讓大家踏山做運動 我後來才發掘 豬真的不喜歡睡覺 榮翔最後冠軍 那個比賽榮翔最後撐了三天 都沒睡 其他人都倒在那個棉被裡面睡著 三天不能睡多痛苦 導中獎 一個遊戲 三天不要睡覺 最起碼他還只是在那座那裡 不用睡覺 可是他也許 如果冷的話 他也許可以蓋一個什麼 事後還有帽子 要幫助我們入睡 而且其他的優待 可是你在拍戲 大家都知道 在天冷的時候 可能拍的是 穿短袖的 夏天的 夏天的 服裝的 都有 或是在夏天要穿那個 冬裝 我以前做演員的時候 那個時候梁耀群還小 我記得我有一次冬天 我還特地讓 他弟弟他媽媽一起到 終於那個水底游泳池 我是拍那個跳水下去 冬天 那個水在裡面 水裡面搭氣 是古裝的 搭氣 那個水 那個已經搭好了 大概有100一個月了 然後去拍 那手一伸那個 手一伸那個水 馬上是縮毀的 好像是冰的一樣 可是大隊人馬都去了 非拍部署 我還穿那個古裝 就跳到水裡面去 就只拍了一個鏡頭 就收工了 因為從那個鏡頭 我看不到 我一直在動 沒辦法 那為什麼這樣 讓他們都去看 那時候當他們小 體會不出 那個爸爸的辛苦 那其實這個是什麼 就是好清楚 其實前一個鏡頭 也非常的危險 在那個台南的烏山頭水庫 我記得那部電影叫 《無字天書》 非常那個製作 也非常大的一個戲 在那個烏山頭水庫 一個古時候那個船 我都從 就是漁夫嘛 從船上跳下去 那烏山頭水庫 那個底下的那個水流 沒有人知道 連當地的那個漁民都說 那個下面怎麼樣 那個暗潮洶湧就對了 那個導演就說 沒關係 你不要急 等一下我們電影 電影攝影機一打開 那個馬達都在轉 聲音很清楚 雖然他們是在那條船上 拍我這條船 可是當它打開 我聽到那個聲音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說 我不能慢慢在那邊培養 我的膽識 我勇氣好了以後再跳 因為那個底片一直都是錢 都是錢 馬上掉下 所以其實我聽到轉了以後 我就看了這條 其實也不知道有多深有多危險 結果旁邊也沒有找救生 也什麼 結果拿了好長的竹竿 幸虧我很快就浮起來了 他就拿竹竿給我 然後我就抓了竹竿過來 結果他們一叫就接 終於這個水流 結果又隔了好多天 出了大太陽了 才又再去拍 我是舉這個例子 一方面跟各位交換我的個人 的工作經驗 最重要 是讓我兒子 再仔細聽他爸爸以前是怎樣 也不行 我們也有冬天去玩水的遊戲 有 我們百戰大勝利 冬天的時候也是一樣 要往那個池子裡面倒 你知道那個冬天 氣溫大概只剩下 那時候不是含有了 那在那個地方很空曠 對 台北如果是10度 那邊可能就只有7度 然後怎麼辦 因為那個遊戲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娛樂小谷就是 要落水 那個水是冰 那個水甚至有一天 因為我們都是 差不多早上4點就露營 我早上7點起來 想說看一看那個水的狀況 那不誇張 那水是已經是結一層霜 霜在上面 一層多霜 真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那外景地是在台中 台中 你怎麼講得像哈爾冰 真的很冰 你沒有去參加 真的 你們參加去嘴巴會咬到碎冰 真的 男性冰 有時候參加去 以後 他拿一個鯉魚出來 那是黃鯊 不是 鯉魚哥真的有時候 真的是有時候太沒有良心 有時候霜天的時候 因為我們一個月好像是 他去錄一兩次 他平常水就放在那邊不管 有時候大便都在上面浮著你知道嗎 對 我們那也是 跳在大便旁邊 那個有前提 因為那邊水 你怎麼不能把它放掉 然後因為一個禮拜來錄一次 你怎麼蒙下一次露營來 又把水灌滿 那個水耗費吃驚人的 所以水一般錄完就放著 就不會再把它抽掉的 隔一個禮拜有時候 狗大便 尿布 對 然後有時候那個什麼浮瓶 鯉魚 竟然有 對啊 對 那個跟那個辛不辛苦沒關係 那跟製作人的良心有分高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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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你要知道那個 那個太冰了 很多藝人這樣一跳下去以後 完蛋了 怎麼看他一直沒有浮上來 對 然後想說該不會等到 好在 好在 他就馬上真的找說 你笨蛋 你怎麼不趕快弄上來 你不是會游泳嗎 那個是冰到 腳抽筋 會抽筋 那個抽筋抽到在嘴裡面一直抽 然後整個人一直浮不上來 我感覺很有趣 這兩島講了一個跳水 你們就弄了講了半天水 你們現在是水對水劈貼就對了 不過曉飛 其實幕後很辛苦對不對 對 你光看對面跟我們這邊 你看他們穿的光鮮亮衣 我們的白白胖胖的 大家看我們的動作人員 穿得很浮 對 瘦成這樣 你就知道我們的收入有多微薄了 所以小飛你的意思是 你們幕後的人 非常的清寒 非常的窮困 客工作又非常的辛苦 對 所以我們先來問阿布 你開什麼車 我騎摩托車 好 小飛開什麼車 我親愛騎摩托車 你還在 你開什麼車 開好車 進口的票 現在改騎腳踏車了 上下班都騎腳踏車了 又那麼辛苦 又騎腳踏車上班 這個穿得又這麼簡單 工作人員又瘦成這樣 瘦成這樣 對 多慘 所以他們最辛苦 對 收入也是最少 我講不講句實話 太新了 太可憐 大家穿穿古裝戴頭套 潛到水裡面 而且只為了拍那個鏡頭 還沒拍好 運哥你開始 運哥開始有講到 做人的道理 對 像一次他來日本的時候 他給我那個故事 然後我練習一個禮拜 然後他到中間的時候 他給我不一樣的故事 那就是導演的問題對不對 路邊拍的 所以我不想吃飯 不想喝酒 一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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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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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拍的時候 所以給你來 不好意思 結果都是忘記 所以30分鐘休息 我一直在外面 在準備 看看 然後開始 我真的辛苦 快四季的感覺 但是他說 辛苦辛苦 很好很好 所以我覺得感動 所以這個工作我好喜歡 因為這個感覺 真的 真的 那個actor actor work actor work 就是演員的 對 他是一個藝術的成就對不對 對 我們若亞練那個客語 也相當辛苦 我就聽錄音帶 然後聽客語老師 給我的錄音帶練練練 可是因為聽起來的發音 跟實際上有些口型 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常常就是 在家都把台詞背好 背好到現場 老師全部翻盤 就是說不對 全部都重新再調過這樣 中間 麻煩你跟他對話一下 我們要先問一下 我們要先問一下 金吳宇看他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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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真的嗎 你老闆熟識嗎 聽不懂 她說你認識他嗎 有 有 有 肉夫也還會說 你跟娟姐妹 不要 這個聽得懂耶 好厲害 我故意講說 我故意跟他開個小玩笑 我說 看他聽得懂 不要贏了 有時間就要不要吃飯 有時候來他家示範 你也聽得懂 他講得很清楚 他會聽得懂 他會聽得懂 黃靖小姐 你本身就會講客語嗎 還是學會 我學會 他講得好標準 太多演員都是硬學語言 對 一定要的 他們練到說做夢都還在想 對 可是我了解說 這是一個客家的語言的戲 為什麼 梁島沒有想到我們小鐘 對啊 梁島 你怎麼沒找我呢 我挺多一次吃一個被他 我覺得梁島真的 梁島現在好痛 沒有 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讓我來說明 來說明 對 小鐘一直耿耿於懷 我們最重要是談那個 這一個家庭裡面的媽媽 她是最後造就這個小籠包 能夠有這麼好的發展 她是最重要的一個推手 了解 那這個媽媽是客家人 可是這個爸爸是山西人 家裡面幾乎都是用國語對話 是的 所以那王娟就飾演這個媽媽 媽媽 所以她這個角色需要講客語 了解 那洛陽這個角色呢 她也是客家女孩子 對 她嫁給她的孩子 了解 那所以她也講客語 可是她講的沒有 她講的這個 沒有 只是部分而已 所以您的意思 您的角色裡面 只有兩個客家人的角色 對 而且都是女生 可是她可以扮女生 超笨 沒問題 你嚇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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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講的一些中文 她都聽得懂 可是可能各位的語言 她不甚瞭解 我認為她第一個懂 她就是不想像 他們那邊講的 他們是另外一種中文 另外一邊的中文 我們是正常的中文 他們是另外一種 可是 新來 重點來了 他們三個隨便講一個笑話 大家就笑 可是這真的不容易 你知道很多眾議圈的人 在很多人打混對不對 你要留下來 就是你講話有效果 有風格 有吸引力 不然很多人都被淘汰 所以他們要講到好笑 沒有腳本 他們要講 這了不起 你們的戲是有腳本的 對 是不是 有腳本 但是他們不用感情 我們要用感情 我們要用感情 我們講每句話都付出真心 對啊 兩邊是不是要比一下 比如說我們在道具製作的過程 我們自己還要下去試 是不是很辛苦 小飛 對 小飛很有機會 我之前有一次就是 也是在大陸做節目 當時為了要試遊戲給大陸人看 因為我們其中一個遊戲是從 那個滑水道滑下來 中間要投籃 對 然後我就一直滑 那滑水道要投籃 可是那個機率其實滿低的 不好投對不對 對 但是還是要投中間給他們看 不然 待會他們在玩的時候 他們就會想說 那台灣人整我們大陸的人 搞什麼鬼 所以我就一直滑一直滑 你覺得好不像 對 我滑了大概15次以上 滑水道 我滑到被都脫皮了 滑水道會 你一直反覆滑 會滑到整層體都不見 滑得這樣 都碰爬 對 然後後來第二關遊戲 他就是抓著一個東西要滑下來 然後你要放開手 你人會落下來 要落在一個軟墊上面 然後我就滑下來的時候我就放 因為我要示範 然後我落下來的時候 我的手去折到了 對 折到之後就很痛 然後當時因為在大陸 大概三個 對 三個月後才能回台灣 然後我就一直手就很痛 我就 然後也不敢去看醫生 我就每天都塗那個萬金油 然後一直到三個月後 回台灣之後我就去檢查 然後醫生說 你的骨頭裂掉了 我說他裂掉 我說那現在怎麼辦 他說已經好了 他說已經好了 為什麼 治癒嗎 對 自己好了 天啊 就是我那三個月 這手都沒有抬起來 手都沒有抬起來 手抬頭 手抬頭 治療系的 治癒系的 你那一個抬子是侏羅記 真的嗎 娟姐還有拍戲 在水裡面泡過一整天 對啊 就是我剛剛在說 拍八七水災 然後就要泡在水裡面 然後 因為是很冷 所以當月的大姨媽就不來了 冷到不來 冷到沒有辦法 大概不停 要有兩三個月 也太冷 可是又不能 可是這是我的工作 我不能不做 對 真的 這真實的故事 以前有一個女演員 也是因為冬天拍戲 然後很冷 是 那一戲拍了很久 那不來一次是半年不來 好不容易熬到戲結束了 一回到熱帶地區 以後一來來半年 對啊 對啊 這故事的真實性 我覺得前面是真的 後面是真的 對 因為來半年的話 他應該也一路逃走 把兩位聖學過之後 對啊 後來就直接跟捐學中心做連線 不過你知道 隨意你講話 只有百分之二十的真實 最近提高了 最近到百分之二十五 我跟你講 今天大家好奇 因為我覺得梁導難得在這裡 我想問一下 因為梁導現在是導演 導演很辛苦 他在梁導您以前 貴為影帝的時候 聽說您嘎戲 嘎戲 最高機率同時跟他幾步 那樣的生活怎麼過的 為什麼最近 不是 我要想 怎麼樣 我說了以下的話 怎麼樣能讓我兒子感動 再回想起 我一直 因為平常太忙 我們沒有 先喝水 找一個感動的音樂好不好 劍敲音烈傳 謝謝 給他一瓶一杯高粱酒 叫他嘴邊的 因為我有一次在後台 有看到您跟小梁說一句話 就是小梁那時候拍戲很累 但是你說我以前怎麼嘎戲 同時嘎幾部戲 我那時候聽了有一點嚇呆 那時候狀況 因為那個時候 在年輕的時候 電影 我們台灣的電影 是非常的波波發展 包括香港 包括東南亞地區 幾乎都是我們的國片的天下 對 我心中那個時代是叫五湖亂華 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當老闆 每一個人都可以拍戲 所以年產量四五百部 聽起來很可怕 很可怕 所以一個人手上 都好幾部電影在拍 那我也是 所以 梁岳群小時候跟我相處 時間非常的少 因為那時候也沒手機 有的時候拍的 戲的類型不一樣 在中英文化城 你不可能從那個街道 跑到那個大門口 去打公眾電話 是啊 尤其如果在其他更偏遠地區 打電話更不方便 所以有的時候 從這個現場到那個現場 是很遠的 就變成是包計程車 這一兩個月就是跟著我走 所以在這個 而且大家都知道 那個時候的每一部戲的 老闆跟製片 都是身上帶一些東西的那些人物 所以等於你這個現場完了以後 坐了計程車 就到另外一個現場了 你說你要回家洗個澡 他說你要洗澡 我給你澡杯 沒有時間讓你回家 他要壓著你走就對了 怕你不拍是不是 也陪著我走 陪著我走 陪著我走 所以那個時候 是這樣的環境 拍戲不只我一個 那比較有幾位都是像我一樣 同時都好幾部電影 最高紀錄同時嘎幾部戲 我是有七部 怎麼可能嘎七部 可是 一天嘎一部是不是 不是 一天大概兩組到三組而已這樣 很難想像 不是同一天拍戲錄 那不可能的 我知道同時有七部在嘎 對 同一個時期對不對 有週期的在那邊 那一天睡幾個小時那時候 其實年輕 真的不太需要睡眠 很奇怪 沒有 之前有在做那個 除夕夜跨年特別節目 因為它那個長度 大概八個鐘頭 所以你從拍 從錄完之後 要到靜候製到播出 幾乎整整七天 快沒有睡覺 對啊 等我出來看到太陽的時候 就是除夕夜那一天的早上 第一道熟 天啊 我們很多工作人員 因為太久沒睡覺了 然後大家知道沒有睡覺 那個抵抗力會變差 而且會怕光 那個有時候怎樣你知道嗎 那個是 你看他埋頭在剪袋子 看可能已經三天沒睡覺 對不對 對 然後我講說去檢驗室看看他 對 後來講他也剪完了 檢驗室我們一打開 我看到他 哇 誰 忍不出來了 他整個臉 那是密密麻麻的痘痘 那都是胡渣 頭髮已經到地上 那都是痘痘 你講的是街友 後來去給醫生檢查 為什麼滿臉痘痘 他說醫生跟我們警告 這個問題很嚴重 他那個是 失調 那種免疫力一喪失的時候 等於是任何病毒都可以入侵 所以他臉上長的痘痘 就是屬於一種病毒入侵的狀態 他說還好你們把他送醫院送得早 再多撐一下 他只要移到外面 激出到外面的空氣 也就是說 空氣中有什麼病毒有什麼病菌 都可以進去馬上去 他失去免疫力 對 曉飛你七天沒有睡覺的時候 你的老闆在幹什麼 為什麼都沒有 他的老闆 因為他是老闆 對 沒有 他負責都是重點的部分 他重點弄完之後 他就會去做別的事 可是一個人七天沒睡覺 不會出錯嗎 你不會撿錯袋子嗎 這就是做電視人 必須要有的精神 對 這個你問外面的工作人員 你都知道 他們在場每一個人 一定都兩三天都沒睡 像你這樣七天沒睡覺 你這樣一睡 可以睡多久 10年 真的 真的 天啊 就複製一次 變到隔離複製 複製 對 剛化冰了 你這樣講 我們金鐘影后 也是因為拍戲乾有了問題 對不對 對 因為那個就是拍一個戲 他就是把夜戲全部都攏在一起拍 所以我們大概三四點出班 下午 然後大概早上天光的時候才回家 差不多五點多 所以整個晚上都 大概有三四個禮拜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就一直催眠我自己說 我在美國 我在美國 我是 我時間是顛倒 可是身體 它有一個自然的韻律 所以就會出現乾斑 就是全國這邊會有小黑的點點 會去 已經都沒有 然後還有一個皮膚開始過敏 很容易過敏 身上就很容易起疹子 跟你那個工作人員很像 其實會 因為 就皮膚屬乾 對 皮膚是肝臟在管 所以它通常會顯現在皮膚上 後來有很多夜戲的步伐 會嚇死了 中村讓先生 什麼工作最辛苦 今年拍的時候 不能睡覺一天 如果睡覺以後 眼睛不打開 打不開 會紅 沒有帥的感覺 所以不能睡覺 然後起來起來 然後我看到明星 有些的明星睡覺 但是真的明星沒有睡覺 因為工作人員都沒有睡覺 對… 一起起來一起加油工作 好像在聽說 在好萊塢的拍戲 他們有工櫃 他們有什麼律師 還有保險公司都在 他們是不准工作太長的時間 而且所有東西都要顧得好好的 台灣有沒有 沒有 對不對 所以你們很容易超時 對 即使說 很容易超時 對 即使說有一些 我們那個在工作 顧戀花的時候 知道 袁友寅小姐 她有簽工作的時間 可是超過了 她也還是會服務 台灣的演員沒有這樣 曾經有資深的演員 她也很感嘆 就是說 有時候差不多到了70歲 好友就漸漸凋零 對 這些資深演員他們凋零以後 也沒有得到一個妥占的照顧 那我就說 可是你們不是有工會嗎 我就讓好奇的跟她講 她就悠悠地吐出幾句 感人 發人申請的話 就是感覺上 工機的場合大家會 去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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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天花有沒有 然後政府才開始去 開始有 關心 然後電視上開始播出說 懷念這個老藝人 然後好友就講講感念她的話 可是這波新聞 過了以後 應該回歸到原狀 其實台灣生藝人 還是很辛苦 台灣藝人不像國外藝人 國外藝人 他是越老越得到尊重 真的 台灣的藝人 不管是諧星或者是演戲的 老了就凋零了 就不值錢 就沒有人 趁現在 沒有工機的場合 看得出演藝圈的溫暖 跟關懷老藝人的溫暖 這工機場合一結束以後 大家又回歸原狀 也沒有要關懷他們的 對 我還有一個辛苦的地方我想問 不知道可不可以問 就是 你不准他們演員之間傳緋文 是不是 這個還不會 其實 這一次 其實這真的用意 是希望 我專心 沒來演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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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最細的是寶怡姐 這原本可能是小楊哥要演的 你知道嗎 我想請問你 你不准演員假戲真做嗎 我是比較喜歡 我們把真實的一面 呈現給觀眾 回歸到戲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那是不是說 這個演員真的有在 走得那麼接近 也許還沒有到那個階段 可是已經 這個新聞是這樣長的 沒有 他有一些事 想問梁爸爸 什麼新聞 有 你自己現在有講 什麼你講 我還真不知道 你幫他問好了 對 然後有說 有時候不敢講 有時候不敢講 對 就說 上報紙有那麼嚴重嗎 你說 就說報紙上有報導一些新聞 爸爸有必要要起這麼大的火嗎 是 是有必要 不是 你台下不是這麼說嗎 不是 因為老爸的意思是說 他如果一個認真工作的人 應該是不會有這些新聞 不過梁爸爸 我有一個感覺 就是小楊也不小 也快30多 也很成熟 對 有的時候 這 就讓他去 該他 該讓他有一些經驗 對 因為小楊現在很不怕 真的 他現在都因為 你的威嚴底下 不敢跟女孩子多講兩句話 我們看私底下 跟女孩子很少在勾搭 害羞都不講話 很潔身治療 他有一次更整 他有一次更整 還跟我說他你有性經驗 我說他 你爸管你管什麼 真的嗎 真的嗎 他不怕 憲哥我們有聊過 那麼深入的話題嗎 沒有 還是道根給我聊 你會管你的小孩管到幾歲 沒有 沒有說管 沒有上限 沒有 沒有上限 我剛剛講 除了沒有上限就是說 他們只要良性的發展 我想我剛剛講樂觀其成 萬一 可是我相信每個人都有父母親 我們不管道 像我的父母親身體都很健康 他們也是 隔個一兩天會打電話 你在幹嘛 你是要注意身體 什麼 這不是很好嗎 不像我對梁赫群一樣 因為那個時候 他剛剛到目前 然後各位這些朋友的幫忙 讓他的觀眾都注意到他 那這個時候就 不但觀眾注意他 很多媒體也注意他 很多照相機都在背後跟著他 那就是說 他不管跟誰走在一起 都被照相 出去被拍是良性的發展嗎 我還沒講到 所以我就說 我就希望 我一直告訴他 你真的很敢打斷他的話 提醒他就是說 大家最近都會有照相機跟著你 你要跟誰出路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 你們現在才察覺這樣的關係 其實我這樣的狀況 我已經過了三十幾個了 其實 其實我已經很坦白了 真的 已經抗開了 對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 這麼關心的父親 這是福氣 當然 這是福氣 爸 你也偶爾打個電話給我 你們父子的關係這麼不好 沒有 我爸自從我大學以後 我爸就沒有在打 沒有在打過電話給你 要不要學習一下 學習一下你爸爸 我會每次打給你沒好事 因為你都會跟他借錢 爸就說不管良性 非良性 都是孩子 就是自己發展 那你覺得你現在 我會打電話給他 你覺得你現在的發展 是良性的嗎 是 OK的 不過今天還是要把你們的戲講一下 對 跟我們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別的節目搞不好 不讓你們講戲 對 我們這個節目 怎麼會不讓你們講戲 特權 開特權 因為誰叫 您是他爸 對 來 兩長 請說 好 你有50分鐘的時間 隨便講的 隨便講10分鐘 隨便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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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當怕 我們可以先休息 今天我們都在話虎然 他又可以留10分鐘 沒有 今天是 沒有人要摸 只有錢跟尾就是這樣 對 句話這樣子 好 等等 這戲稍微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這個叫十里桂花香 他是講那個 在客家有一個諺語 那個那個 那個 玉蘭 玉蘭無風 玉蘭有風 玉蘭有風 三里香 桂花無風 香食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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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談的是 大家都知道 家喻戶曉的一個 頂太風的故事 在頂太風 大家都知道 太經典了 我想很多包括 因為他在全世界 都開了幾十家的分店 那我們是講他 他們夫妻兩個 就是王娟演的 那個媽媽跟爸爸 那個爸爸 年輕的爸爸是阿布演的 年長的爸爸 年輕的時候 梵光耀 梵光耀 我們一個角色是分兩個 那王娟這個角色 年輕的時候 是珍寶儀演的 其實我們真正談的就是說 一個讓大家那麼知名的 一個食物 一個品牌 他們為什麼會 這麼成功 是一個客家的一個媽媽 是一個很傳奇 然後把這一個小籠包 怎麼樣的來介紹 來發展到 變成一個傳奇 變成台灣全世界 當然我們不是除了談這個精神 他們堅持到你的精神之外 我想我們在 因為民以食為天 是 所以我們從 在這個角色 還在小的時候 就珍寶儀演那個時候 就是客家的一些 米苔木 菜包 怎麼製作的過程 都有就對了 都有介紹 而且 我相信可以讓大家 看了以後 會 然後 一定要看 對 所以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當初沒有找小良去當男主角 而找的那個 鄭群 這個又延伸了有一個問題 也是最近 我跟賀群有在講 我說因為 他差不多每天都有錄影 工作 對 尤其我 我覺得我 我 願意來拍這個 鼎泰風的故事 我們就要 好好的拍 全力以後 如果 還有這麼多其他的演員 對 如果每天在等他 不行 我想這個是 現場的氣氛 有的時候我可能 我很難控制 也許阿布不高興了 對 也許王謙覺得 怎麼等那麼久 到底來不來 對 也許他 可能有另外一個情緒 是 那這個我沒辦法 每一個人都安撫 了解 避免有這些情形發生 所以下一次 有更適合他的 時間的角色 再請他來 他永遠沒有 還有還有 還有還有 我最後非常感謝 就是梁島一直在 尋找挖租台灣 非常感動的力量 讓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好戲 不過最後真的要講 大家都辛苦 都辛苦 但是辛苦 身體還是要顧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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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牌心靈接觸大騙局 是不是花傻傻分不清 你摸他鼻子 超美 我告訴你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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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念你 OK吧 我們請他輕輕的 解開你的眼罩 高山峰 我數三二一 才能張眼睛 而且一個一個慢慢來 來 睜開眼的高山峰 能夠接受傻眼的事實嗎 傻眼 周一指周五晚上九點 三立都會抬三十頻道 王牌大間諜 快點